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谋形刺习近平 王立科新增两罪名 美国一定为台湾而战 理由为何 但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航母打击群留守地中海 全球最丑最没用 六金饭店让金正恩抬不起头 林瑞阳张廷公司被查 谢金河 台湾这产业要翻身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中共最高届29日消息称 中共江苏省委员常委 政法委员书记王立科被起诉 其被起诉的罪名除受贿行贿外 新增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伪造身份证件罪 外界认为新增的罪名或与行刺谋领导传闻有关 而习近平刚刚对中共政治局发出服从领导的警告 王立科既被起诉或暗含敲山正虎之意 中共大维宣媒体多维新闻网报道称 伴随着王立科被起诉 中共官方首次提到了王立科敛财的细节 一及王立科在1993年担任辽宁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时 就开始了敛财之路 王立科从一名普通派出所警察做起 邂逅在辽宁江苏梁省政法系统任职长达38年 2020年10月24日 王立科主动投案被调查 此次中共检方对王立科的指控 多出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 引起外界关注 今年9月22日 王立科被双开 就在中共官方通报王立科被双开前一周 王立科的下属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前总队长罗文进等 被指计划对某领导人行刺 9月14日 一篇名为《商贤老侯》的文章在网络传出 文章透露 罗文进与他的老乡 前中共重庆公安局长邓辉林 以及前华荣董事长赖小民 结成了一个非法团伙 一起闷声发大才不说 还计划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图谋不轨 被安全部人员阻止了罪恶活动 文章没有提及领导人的名字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在自媒体节目中分析 中共国家领导人可能出席南京纪念活动只有一个 纪念南京事件的国家公鸡仪式 根据官媒报道 2014年和2017年 习近平都出席了该活动 唐靖远说2017年罗文进担任 中共江苏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 总队长兼刑事侦察局局长 南京工纪的场地安保是他一手负责 罗文进的图谋不轨 可能就是2017年针对习近平实施的 近来中共在台海军事活动频繁 拜登政府多次强调 美国对台湾坚弱盘石的承诺 美军为何会为一个遥远岛屿去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仗 在日前的一个美国国防论坛上 美国军方及国会领导层做了探讨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认为 保护台湾不仅关乎台湾和中国 而是关乎维护国际制度及互动 这个已经维持数十年的制度 主要由美国建立 包括航行及移动的自由 不受胁迫的个人自由 尊重和自主性等 美国和很多国家共享的价值 美国陆军部长沃穆斯 不希望中共对外输出威权主义 并扩散到全世界 腐蚀当今的国际秩序 他说我们必须对中共表明 他们不能违反领土主权的法律 这是为什么台湾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印太地区保持稳定和自由 他认为台湾目前最紧迫的是 投资水雷、反舰导弹等海岸防卫能力 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 资深主任易斯安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军人并非出于慈善姿态 去为另一个国家打仗 这么做是因为那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美国协防台湾是因为 人们都不要生活在二战之前的 独裁专制体制下 也不要有强弃弱的情况发生 这是为什么整个战后重建的世界新秩序 不能让中共去侵略台湾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民主国家就必须团结一起集体防卫 否则下一个受害的可能轮到自己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良奇 和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布兰科则认为 台湾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美国人生活重要智能装置 及家电用品的一个重要资产 都与台湾息息相关 台湾对半导体的意义 就像石油对沙特及中东的意义一样 台湾控制着能使我们的经济 在21世纪转动的东西 美联社报道 为了让欧洲盟友安心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12月28日下令 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留守地中海 而不是前往中东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官员 告诉美联社 形成的变化反映了 在欧洲持续存在的必要性 也有必要再次向盟友和伙伴 保证美国在集体防御的承诺 他还透露了军事部署细节 杜鲁门打击号包括 圣哈辛托号巡洋舰 克尔号导弹驱逐舰 班布里奇号 格雷夫利号和贾森邓纳姆号 五艘美国舰艇 同行的还有挪威皇家海军护卫舰 该支打击群上周 与突尼西亚军方进行了联合军演 杜鲁门号于12月1日离开母港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12月14日进入地中海 原定继续进入海湾地区 12月28日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宣布 美俄官员将于2022年1月10日 至13日期间举行会谈 这是拜登和普京6月会面时 谈好的战略安全对话的部分 届时美俄官员在1月10日会面 12日俄罗斯代表与北约官员会面 13日俄罗斯代表将与欧洲 经合组织官员会面 该发言人说 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是外交与威慑并用 近期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 集结10万人的军队 加剧外界对莫斯科 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担忧 俄罗斯否认有发动新入侵的意图 并指责乌克兰正企划以武力夺回 由支持莫斯科的叛乱分子所控制的领土 但乌克兰已否认这项说法 拜登在12月中旬与普京通话时警告对方 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 将面临经济制裁的严重后果 矗立在朝鲜首都平壤市区的柳京饭店 有105层330米高 是朝鲜最高的建筑物 号称有五座全景式的旋转餐厅 能容纳3000间客房 早自1987年就开始动工了 不过迄今为止仍没有对外开放 目前有英国媒体称 柳京饭店是全球最丑最美用的建筑物之一 这恐怕让金正恩抬不起头来 英国媒体《每日邮报》近日刊文 列举出全球置身于都市丛林中的垃圾建筑 而柳京饭店就入选再列 柳京饭店的兴建源自于韩朝之间的竞争 韩国从七八十年代经历了汉江奇迹之后 在1985年一座位于南韩首尔 如意岛的六十三大厦落成了 其高度是249米 当时是全亚洲最高的楼宇 取代了1980年落成的香港和和中心 不甘示弱的朝鲜政府决定引进 法国资本和技术 在1987年开工兴建柳京饭店 并放话要在两年之内完工 其料朝鲜因缺乏先进的建材和工艺 无法在短期内完工 而且在五年后遭遇了大饥荒和经济危机 1992年在结构封顶完成后 彻底终止了整个工程 终止最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电力 一直至2008年 负责兴建朝鲜3G网络的 埃及欧瑞斯克姆建筑工业集团 帮助柳京饭店修缮外墙工程 让外墙披上玻璃帷幕 2018年4月2日 为了迎接朝韩首脑会晤 饭店顶端挂上了一幅巨大的LED广告牌 上游巨大的朝鲜国旗 进行了一场四分钟的灯光秀 此后饭店就成为一个点缀平壤都市夜景的装置艺术 这座柳京饭店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无用的建筑 拥有105层高的饭店 内部却全是空的 尽管它号称有3000间客房 据分析 如果柳京饭店要想完工 至少需要20亿美元 而这占朝鲜GDP的大约5% 台湾籍艺人林瑞阳张廷夫妇 近日因涉及直销被查 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29日在脸书发文说 这起事件可看出 有一个产业将出现大变化 谢金河表示 Netflix和爱奇艺这两个全球重量级的OTT平台 这一年来股价出现重大变化 爱奇艺股价下跌九成 Netflix的市值则升至2700亿美元上下 这状况显示台湾异能产业的新变化 最近大家都在聊华灯初上 这是白玉数码投资2.5亿元 由本土艺人撑起的大戏 得到Netflix超过3亿元的投资 取得全球首映权 制作这部戏的白玉数码 股价从23元涨到51.2元 另外制作电视剧综艺节目的游松 股价也从11.9大涨到52.5元 过去惨到不能再惨的台湾影视产业 似乎有翻身的机会 谢金河说 今年中国政府严格规范演艺界的饭圈现象 对艺人监管从严 像郑爽、赵薇、张哲瀚等事件 震惊华人社会 这两天是林瑞阳、张廷夫妇设计直销 香港合运师被捕 而王力宏也成为热门话题 过去30年 台湾艺人落一步决道中国淘金 艺人还得选边站 尤其碰到两岸国庆 像张惠妹在阿扁时代领唱国歌 立即遭重罚 很多重量级的台籍艺人都被迫政治表态 谢金河认为 中港监管驱严 艺人创作空间受到诸多限制 但这一年来 台湾不知不觉突然变成华剧的创作基地 这趋势正要开始 而过去这一年 台湾自制的电视剧 从斯卡罗到查金 到国际桥牌社等 得到很好的回应 谢金河说 过去台湾本土艺人演出备手压缩 未来可以透过Nefnisk和Disney的通路 在全球放送 这个产业渴望曲线翻身 并且成为台湾可期待的新产业 我现在就会看到了 我现在对你来自然的电视剧 去台湾可期待的新产业 在新产业上的新产业 在新产业上的新产业上的新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